好 踩一下而已 什麼叫踩一下 你要習慣用這樣做而已 等一下 等一下啦 大家好 歡迎收看老爹出任務 我今天要幫我自己出任務 我告訴你 平常我是不喜歡SUV的 因為SUV就是重心高 操控比較差 但是呢 三年前誕生了一部 全世界我最想買的SUV 就是這台 讚 而且售價是所有Lamborghini裡面最低的 不到1000萬 開價是999萬 所以我今天要好好來試這一台 沒有啦 我跟這個雷拉之前在聊天的時候 來來來 站這邊 這邊呢 我之前跟雷拉在聊天的時候 她就有講說 老爹這個 她買車都要 第一個要帥對不對 對 然後但是呢 妳講一個重點就是 要帥但是要實用 對啊 買車不實用就很沒有CP值 所以呢 雷拉就說 她很喜歡這部車 對 我就去幫她借了這部車 讓她來好好試一下 妳為什麼喜歡這部車講一下 主要是因為我覺得她是算休旅 然後又是跑車型的休旅車 而且她聲浪非常的好聽 超讚 真的 就全原廠的聲浪就真的很好聽 妳對車有研究嗎 應該小偶研究嘛 但是我沒有研究到這麼深 妳不是買過保時捷 買過保時捷 但是我研究沒有到引擎 沒這麼深 對 基本上聲浪 你知道聲浪是可以調的 這個聲浪呢 他們還會特別去找這種 專門在設計排氣管的 這種工程師 去幫她調 比如說我要高一點 低一點 或者是我要 的聲音 其實那是可以調的 人工可以調的 真的嗎 而且現在呢 排氣管還有電動閥門 比如說閥門呢 就是它可以 比如說可以全開 開一半 開多少 開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然後手機APP還可以控制 手機APP還可以控制排氣管 真的 然後呢 比如說遇到警察的時候 就把它關起來 然後聽起來就很像房車 很安靜 然後沒警察的時候 沒警察我要去炸隧道 然後全開 就巴巴巴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部Urus 我們先講它的定價是999萬 999萬 空車價喔 就是說你什麼都不要選 但是我怎麼聽說 這台車是1000多萬啊 當然因為它有選配啊 但是我跟你講 因為買牛的人喔 基本上 我覺得都會比較有個性 那個性就是說 我要跟別人不一樣 你要有自己的Style 所以這位車主呢 他也選了很多東西 比如說 來 你看喔 像這個黑色的部分 這是選的 對這個黑色喔 這個喔 車側這個 輪弧 這個叫夜黑套件 選配要20萬 什麼啦 就這樣子要20萬 真的真的 就像那個你看黑色的這個 然後呢 前鏡頭 有沒有看到 水漿護照這邊有個前鏡頭 那是鏡頭喔 對 那是360度環景 停車的時候它不對 它就螢幕上出現一個360度 你就可以停車後的看鏡頭 那個要18萬 這很適合那種 比較不會開車的女生開 對 對你就可以 不會停車的時候你看螢幕就好了 對你就可以很準的對到格子裡面 對 然後這個藍色呢 不好意思喔 這個藍色要20萬 蛤 它不是原本車子就藍色喔 不是 它是原本它有標準色 標準色就是不用加錢的 但是標準色通常沒有辦法 凸顯一個車主的一種特別 你知道嗎 所以我說如果以後我要買這台車 我說我要紅色也可以 可以 我要那個水管灰 可以 蛤可以 拜託它是Lambo耶 Lambo Guini Lambo Guini Lambo Guini是什麼色都有 對不對 車主那麼的 好 就是 很多個性嘛 來你看喔 這個鋁圈 幾吋 你看得出來嗎 這邊寫個多少 22吋 對 這個鋁圈 48 一個嗎 四個 一個12 一個12 一個12也很貴 那四個就48 但是我告訴你 重點是什麼你知道嗎 前面裡面那個大卡鉗 嗯 煞車系統對不對 你一定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 這個喔 你知道它的直徑440 市售車裡面呢 以碟盤尺寸來講 它是目前市售車裡面最大的 這個選配呢 在其他的品牌大概要四五十萬 但是我告訴你 Lambo Guini很佛心 它這個是標配 蛤 你不要看它煞車系統 它不是選配 不是它是標配 重點是它是陶煞 陶煞就是陶瓷煞車 它的壽命至少可以到30萬公里 所以這個煞車非常值錢 好 但是鋁圈是選的 但我跟你講 因為鋁圈呢 就像你的鞋子 對沒錯 你的鞋子應該也會很在意嘛 對不對 女生鞋子特別多 對對對 男生就喜歡女生 男生的鞋子就是 對 就是這個 所以你一定要選的跟人家不一樣 對不對 好我們再往後看 來 雷達你看車尾 車尾是不是也一樣帥氣 很好看啊 跑車線條 LED尾燈 對 然後這些我剛剛講 這個暗黑套件 這個也是 對 然後下方排氣管 四出 正點 而且我一直在看的是 是 它這個就是 這個紋路 對 而且摸起來就是有點像是 消光的那種 對 銀色 沒錯 是很好看的耶 超正 已經是很有質感那種感覺 唉 我好喜歡 來我請你踢一下 踢一下它的車尾 車子嗎 對 踢一下 再近一點 欸 欸 看到沒有 這空門是不是女生搬東西 然後很重 然後男生 對對對 然後踢一下就可以直接把東西搬起來 你要帥 然後要什麼實用 實用 這就是實用性 然後讓東西丟進去 然後就可以開走了 再踢一下 哇 多讚啊 欸很酷耶 酷齁 對 我們來看一下駕駛艙 好啊好啊 來 雷拉 哇 充滿戰鬥氣息的內裝 你很難想像說它是一台SUV 對不對 好帥 怎麼可能SUV長這麼帥呢 不是 內裝是藍色的 什麼啊 欸 不好意思喔 這個藍色喔 雙色內裝 38萬 加年要38 對 然後呢 這個藍色的車縫線是38萬 不是啦 這個縫線我也可以縫啊 你可以縫 那你可以跟連縫線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然後你知道這個啊 頭枕這個啊 這個是10萬 這個牛嗎 對 這個牛要10萬 一個馬克要10萬 呃 四個 四個要10萬 對 因為你看頭枕有沒有 後座兩個 一個就要2萬5了 對 然後天窗是乾石 哇 然後旁邊那個音響我們看到 B&O 嗯 68萬 所以其實大概光內裝就大概 140 150 這就是套用了一句話 帥都是用錢堆出來的 真的 對不對 然後你像這個行車模式啊 Off-road 可以去Off-road喔 這個你看像這個雪地 然後越野 這個基本上 這個就是也要大概七八萬塊 這一般車不會有這個功能 嗯 你如果沒選的話 就是會有這個Strada 就所謂的道路模式 嗯 跟Sport 運動 然後跟賽道 這個都有 正常都有 但是如果你要越野的話 大概要加一個七八萬左右 哇 因為我很少看到有車子內裝 裡面就是裝控這邊是有這個的 這一顆 當然啊 因為牛嘛 所以你一定要很有個性啊 對不對 然後這個方向盤我們來看 你看喔 基本上它下面有一個平整化的設計 你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嗎 為什麼 好拿嗎 第一個 但是我們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因為你在激烈抄架的時候 有可能會 方向盤你握的方向跟位置 不會在這裡 是 所以像我們在轉彎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會特別去推這個D 對對對 但最主要目的是 它這個平整化設計 是來自於賽車的概念 就第一個 因為我們通常在比賽的時候 方向盤會很靠近你的身體 沒錯 但是我在比如說 突然著火了 失控了 我要快速逃離的時候 因為這個角度可能原本在這裡嘛 你的腿的空間 會比較大 類似安全設計 對 安全逃脫的這種設計 對 另外一個就是 當我們在快速轉方向盤的時候 我如果手握到這個 我大概就知道說 這個是5點鐘方向 這個是11點鐘 這樣 然後後面是換檔撥片 我跟你講換檔撥片有兩種 一種是固定在方向盤 固定在方向盤就是 它轉的時候 它就跟著你轉 比如說我現在有發動一下 你看我在轉的時候 它就跟著我轉 但是 好處是什麼 好處是 你只要握在3點鐘跟9點鐘 你大概就知道說 我現在要升檔 我現在要降檔 但是有一種情況 就是我在機械操架的時候 可能是瞬間這樣 呃 呃 呃 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我轉不到 我就撥不到了 所以有另外一種設計就是 它固定在方向基座上 所以 不管你方向盤怎麼轉 它都不會變 對 我看到的是在這邊的 對 它就跟雨刷撥桿一樣 它就always固定在這裡 對 你只要升檔的時候 你就想辦法手伸到這個位置 這樣就好了 所以其實特性不一樣 嗯嗯 那像F1的方向盤 它是跟著 撥桿是跟著方向盤走的 賽車是一定要跟著這個吧 因為你在轉彎的時候 你可能如果要換檔 你一定是馬上 對 大部分的賽車都是跟著方向盤 對 因為他們為什麼 是因為他們的轉向 不會超過角度太多 就是說頂多是一圈 對 所以你就比較容易掌握到 這個所謂的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是它的一個特性 前方是一金螢幕 你可以針對它的行車模式 比如說 像現在是 有沒有你看 它的模式會不一樣 它就會 然後這個就會有扭力跟功率 對 好你有沒有聽到聲浪 好好聽喔 變得比較不一樣 有沒有看到 然後這個是越野 就變回比較安靜的 對 然後它的懸吊高低也會不一樣 比如說你調到COSA 車高會調到最低 為什麼 因為COSA是賽道模式 那賽道模式 基本上你的車的重心要低 你的過彎極限就會快 比較好過彎 對 所以它的氣壓懸吊會幫你調整車身高低 然後這個我很喜歡 這個是有點像飛機的概念 就是你要啟動或者是熄火的時候 好 放在這很可愛耶 一個紅色的牛 因為通常都是放在這啊 對 然後你要進一檔的時候 你記得煞車要踩住 踩住幹嘛 然後這邊撥一下 注意看喔 現在是空檔 你撥一下就變 一 這樣一檔 有點像是手排車的概念 類似 只是它進檔模式不一樣 手排是你要踩離合器 那煞車你要踩住 是因為你避免你入檔的時候 車子會往前衝 所以你看我現在 我煞車一放 車子就動了 有沒有 那有點危險 對 所以你煞車一定要踩住 那如果空檔的話 就是這樣 兩個按鈕 同時按 兩邊同時按 就是變空檔 所以這個它的換檔模式 是比較不一樣 好酷喔 它沒有 因為我學到的是P S 它是一般那種 對 我懂 換檔是一般那種 這不是這麼的複雜 對 那是一般的換檔模式 對 但是因為跑車 它的DNA就是一部跑車 只是它把它稍微弄高一點 變成一部休旅車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高一點的跑車 但是開起來跟休旅車一樣 對 所以它其實是有休旅車的性能 也有跑車的性能 所以如果你有多餘的閒錢 你想要同時擁有兩台車的話 你就買這台 對 同時擁有兩台車 所以我覺得這部車超適合你 你最喜歡什麼顏色 我喜歡白色或黑色 白色或黑色 對 紅色也不錯 紅色蠻適合我 因為分放 那你就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你把這個藍色換成紅色的話 超帥 我的天啊 賽車 而且紅色那一裝超帥 超帥 對不對 紅色然後配你的 也喜歡的黑色 我覺得黑紅配最差 對 超好看 是不是超有個性 我也喜歡紅色 對 同道中人 我們上路試駕一下 真的嗎 走走走 我等你這就要等很久 好雷拉 我們現在上路試駕一下 Yeah 這個650匹 80幾公斤扭力的 最快SUV 你要習慣用 你要習慣用 等一下 等一下啦 幹嘛 我會怕啦 還很遠啊 我會怕坐快車 真的嗎 抱歉我們看不出來 你最喜歡的應該是聲浪 你撥一下這個好不好 我撥嗎 對往下撥 Sport模式 對然後再一個 啊賽道模式 所以我等一下車子會往 現在車子在往下是不是 對 它的車聲高度會變得比較低 然後你有沒有聽到它的聲浪變得比較渾厚 對變得比較大聲 對不對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它針對它的排氣聲浪有做過調整 然後通過 然後通過 然後透過電子閥門的設計 然後會讓你 就是聽起來那個聲浪是完全不一樣 然後它這個 你這個行車模式調整之後呢 其實它的懸吊的軟硬 也會不一樣 高低不一樣 然後引擎的反應不一樣 然後變速箱換檔的邏輯 跟換檔的時機 也都不一樣 也都不一樣 就是換了一台車的感覺 是喔 真的沒錯喔 你看很多的 很多的這個 比較平價的車 但它你調整這種行車模式 頂多就是在引擎 就是油門給的反應 稍微不一樣 如果變速箱反應不太一樣之外 其它沒有什麼太搭配的話 然後你知道它是四輪傳動 知道嗎 不知道 它是四輪傳動的 然後我跟你講 它的傳動 我們它透過這個中央差速器 比如說500匹的話 就是我給350匹給到前面 150匹給後面 但是如果我在激烈操駕 或者是像我現在調整到COSA的話呢 力道最多會到後面來到87% 也就是說可能500匹 650匹裡面大概有500多匹 會在後輪 我想問為什麼是在後面呢 好 因為第一個 當你在大腳油門加速的時候 你的整個車身的重心會在後面 所以你的力道 你的比較多的力道 一定要在後輪 車才會穩 對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它還是要給它一個 很有駕駛樂趣的感覺 哇 你不要意思 我就知道你上快速到後面 沒有啊 就想踩一下而已有沒有 什麼叫踩一下 踩一下 我跟你講這車很穩 我的車 你恐怖 是不是很穩 開起來跟80匹一樣 有沒有 有沒有覺得 沒有 我開起來感覺是真的一百多 虎我 這種車啊 很適合去墾丁玩 沿路飆出去 它適合到處去 你看它有越野 你要去這個 河歡山賞學 可以啦 對耶 對不對 你開著小牛 你怎麼去賞學 拜託 對 喜歡嗎 很喜歡 好 下次看你有什麼車想吃的 我再找給你吃 沒問題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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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